第二章,沙漠上的挫折,前册书叙述了奥金莱克将军在西非沙漠地区经过长期准备后取得的胜利以及图布鲁格的结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我觉得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谈论他将来的行动,但是龙美尔却设法将他的部队整整齐齐地撤到加差拉以南一带的阵地,在这里他受到了哥德温奥斯汀将军指挥的第十三军的攻击, 经过三天战斗之后,于12月16日被迫退去,我们的机动部队试图从沙漠的侧翼迂回包围,阻截龙美尔沿着滨海通往班加西的道路撤退,天气的恶劣,道路的崎岖,尤其是吉仰的艰难等等,都使这个企图跪于失败,敌人的队伍在第四应应师追击之下,虽然处境艰难,还是到达了班加西,敌人的装甲部队通过梅基利沿着沙漠道路撤退, 我第七装甲师在后面追击着,不久,警卫旅也来支援第七装甲师的追击,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再度取得类似上一年的胜利,当时意大利军队从班加西向南退去,我军迅速向安特拉特挺进,因此把他们切断了, 俘获了大批敌人,但是要及时提供一支十分强大的兵力,已是不可能,敌人也已完全觉察到他们有再度陷入重围的危险,因此,当我们的先行部队到达安特拉特时,就发现该地守卫的很坚固,不能前进了, 在这道防线的后面,龙美尔把他所有的部队撤退到阿杰达比亚,赋予坚守,顽抗我军,同时在阿盖拉建筑坚强的阵地,他是在一月七日太太平平地退到那里的, 这时,第十三军在后勤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由于天气恶劣,敌机侵扰,不幸把班加西港的整理工作耽误下来了, 先头部队的供应因此不得不从徒布鲁阁京陆路输送,积累起来的也没有多少, 第四应应师也因此不能从班加西南调,我们应付阿盖拉敌军的兵力,只有警卫旅和第七桩甲氏, 第七桩甲氏在一月中旬由新从国内调来的第一桩甲氏换防,有一个时期, 这些部队因实力不够雄厚,既不能进攻,又不能着手修理防御攻势,以防反攻, 就在这同一个不幸的角落,过了一年,军事上的灾难又再度摧毁了1942年英国在沙漠地区的整个战役, 在这悲惨的一月份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是需要切切实实叙述一番的, 1月9日,奥金莱克将军打电报道华盛顿给我,在叙述他的部署之后,报告情况如下, 关于敌军可能的行动预测如下,坚守阿盖拉马拉达战线, 意大利第十军团连同布雷西亚、帕维亚两师,首位阿盖拉地区, 由德军第九师轻快师人员增强制, 意大利机动军连同特兰托、地利亚斯特两师和德军第九师轻快师人员, 住在马拉达,阻挡我军从南面包围阿盖拉, 德军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可能还有阿里埃特装甲师为后辈,准备反攻, 第二日来电,昨日警卫旅团两营在阿杰达比亚西南十二英里的阵地仍被牵制, 当时我在白宫的地图室内办公,不难看出这些语不惊人的电报意味着什么, 首相至奥金莱克将军,1942年1月11日, 我恐怕此电收到时,敌军七个办师大部分已成绩逃逸, 现在还正在沿交通线退去, 我也注意到,九艘一万吨的商船据报告已安底的离玻璃, 大家明白,你以为你只走阿卜德这一路线, 定能切断龙美尔的意大利步兵部队, 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漏网了, 这种种情况将使杂技家计划, 长驱直入的离玻璃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我敢断定,你和你的部队已经竭尽人力,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目前的事实, 它们会大大影响体育家和超体育家计划, 这里必须再度注意到海上战争对于第八级团军前途的重大影响, K舰队,马尔他舰队的父母随之在12月19日海王星号巡洋舰鱼的离玻璃附近水雷区内的丧尸, 使敌护航舰队能够满载重要的供应物资通过海面在危及关头去补充龙美尔的军队, 请记住,体育家是我们在法属北非援助魏刚将军的计划, 如果他乐于接受的话, 为此,我们叫一个装甲师和三个野战师整装待命, 一次接到通知,即从英国启程, 我们还叫一个相当人数的空军分遣队也整装待命, 魏刚和维希都没有好好答复我们的提议, 但我们一直希望龙美尔被打败和我们能进驻的黎波里, 以便长驱直入图尼斯, 这样就会鼓励他们两者之一或两者都改行更张, 超体育家是英美干涉法属北非的更远大的计划, 我早已觉得罗斯福总统对此极为赞同, 虽然我在12月16日的文件里提出, 把它当作1942年战役中英美在西方的主要的两栖作战, 因此,敌人在阿杰达比亚的坚决的抵抗, 和他们有条不紊的撤到阿盖拉, 对于我和我一切的想法来说, 要比在沙漠地区仅仅阻碍我们向西进展, 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 事实上, 我和总统讨论的全部计划中, 这是一个不利之点, 然而从奥金莱克将军以后派来的电报看来, 好像诸事顺利, 决定性的行动已迫在眼前了,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2日, 一亿我想还不能说敌军各师大部分已经躲开我们了, 不错, 他们说起来还用着师的名义, 但是这些师徒有空名, 比方说, 我们知道德国第九师清快师, 原有九千人, 现在只剩下三千五百人, 该师剩下来的野战炮只有一门, 二一我估计, 德裔原有队伍中成绩逃脱的不超过三分之一, 总计德国人一万七千名, 意大利人一万八千名, 这些人漫无组织, 既缺乏高级指挥官, 又缺少物资, 又由于我方继续施加压力, 他们以筋疲力尽, 肯定不会有三万五千人那么大的兵力, 三, 我有理由相信, 六艘船舰, 平均每艘七千二百吨, 最近已经到达的黎波里, 似我深信, 我们应该推动杂技加计划, 理由很多, 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 是要使德国继续在俄国和利比亚两条战线上受到攻击, 我向你保证, 我不会被形势所逼而轻举妄动, 李奇将军亦不会如此, 但是听了俄国战线上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觉得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去维持利比亚方面的压力, 我确信, 敌人的窘况比我们所敢于想象的还要严重,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2日, 伊敌军肆意完全撤退到梅尔塞补雷加港马特克斯, 叫分阿盖拉地区, 我军在其东线和南线同敌军接触, 根据我们对敌方部署的了解, 好像他们的编制和作战单位在数量上是薄弱的, 他们正在运用德军仅有的物资去加强意大利各师的残余力量, 阿尔班加西作为一个陆上基地, 扩展得很好, 但是天气恶劣, 一直未见好转, 有时是很厉害的杀风暴, 这天蔽日, 能见度几乎等于零, 以致装卸运输大受妨碍, 三里奇将军正在实行他的计划, 我希望我们不久就有更强大的兵力能在前线集中, 敌军的虚弱和瓦解之势愈来愈明显了, 首相至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1月13日, 12日来电信息, 我今天送给总统看了, 我确信, 你准备积极推进并在阿盖拉马拉达战线上争取决战, 这是很对的, 不论结果如何, 愿给你支持, 从1月12日到1月21日, 龙美尔的部队在阿盖拉阵地上不见动静, 而从地中海到南边名叫利比亚沙海的地方保持着长约50英里的缺口, 这条战线上的岩田、沙丘和小的峭壁都很有利于防守, 敌人小心翼翼用了地雷和铁丝网来加强他们, 奥金莱克将军觉得在2月中旬以前还不能袭击这个阵地, 在这期间, 他派了警卫旅两个主力营和第一装甲师的支援队同龙美尔的军队相周旋, 在此背后, 在差不多90英里之外的安特拉特驻扎着梅塞维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一装甲师的剩余部队, 这些部队连同驻在班加西及其以东地区的第四英印师组成了第十三军, 由戈德温·奥斯汀将军指挥, 这一军分散得很广, 由于后勤上的困难造成了前线薄弱, 援军遥远的局面, 至于用地雷或别种障碍物来保卫英军前线的安排也并没有做出, 按照计划, 如果龙美尔展开反攻, 我们的前锋部队准备撤退, 然而奥金莱克将军不信龙美尔有进攻的能力, 他以为自己颇有富裕时间来加强兵力和做好供应, 奥金莱克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月15日, 依敌军现今显然在巩固阿盖拉周围的阵地, 敌军在前方的全部兵力估计为, 德军一万七千人, 野战炮五十门, 反坦克炮七十门, 中型坦克车十二辆, 轻坦克二十辆, 一军一万八千人, 野战炮一百三十门, 反坦克炮六十门, M13型坦克五十辆, 约为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二, 我们的前锋部队, 包括警卫旅团, 第一和第七两个装甲师的支援队, 四个装甲车团, 第二装甲旅, 他们同敌人的权限相接触, 巡逻队已到阿盖拉马拉达一带, 三处在空中外, 敌军并未积极进犯, 他们的空中活动近已增加, 大概由于船只到达的离玻璃后, 已使燃料问题有所改进, 我方空军继续表现得非常活跃, 一面向敌方进攻, 一面为我方港口和前锋部队做掩护, 敌机继续攻击我方港口和班加西以东的公路交通线, 但未造成严重的破坏, 四班加西港口发展顺利, 虽因天气恶劣, 海面汹涌而有所耽搁, 供应品仍在起泄, 不久消息传来, 报道巴尔迪亚, 塞鲁姆和哈尔法亚连同俘虏一万四千名, 战争物资无数向我第三十军投降, 我军伤亡不到五百名, 与此同时, 我军士兵一千一百名也获得了解放, 我从百慕大飞回本国以前, 没有得到什么更重要的消息, 我同总统告别的时候, 确实有一种感觉, 觉得我们关于在北非大事冒险的想法逐渐趋于一致, 这种感觉到后来证明是完全对头的, 我到了伦敦以后, 消息依然很好, 尽管在新的战役发生以前, 显然要有一个停顿阶段, 但是, 这阶段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长些, 我刚回国, 在百事繁忙之中, 还不得不准备一场正式的议会辩论, 自从上次我在下议院做了长篇讲话之后, 发生了许多世界大事, 到现在应该向全国报告一下, 从我在报纸上所能看到的消息, 到我每日至少花一小时功夫阅读的材料, 都透露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和不安心理, 以为我们对于应付日军在东方和远东的突袭, 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在公众看来, 沙漠地区的战役进行得不错, 我很高兴能向议会说明事实的真相, 我请求我的同僚们给我相当的时间, 不幸的是, 鲍金莱克将军低估了敌人重整旗鼓的力量, 马尔他岛上的皇家空军, 在空军少将劳埃德果敢坚决的领导下, 曾向意大利港口和船舰展开秋季攻势, 促成了陆战的胜利, 但12月里, 他遭到西西里岛上德国空军中队集中强大的力量的袭击被搞垮了, 我们最近在海上的失力, 大大削弱了海军上将坎宁安率领的舰队, 以致在一个时期内, 这个舰队不能有效地阻挠通道的离波里的航线, 现在供应品已可自由地送到龙美尔手里, 1月21日他派三个纵队, 每队约1000名有坦克支援的摩托化步兵, 发动了威力侦察, 这些纵队迅速地突破了我方部队接合部的缺口, 这些部队没有坦克的掩护, 葛德文·奥斯汀将军于是命令撤退, 先退到阿杰达比亚, 然后拦住敌军从安特拉特到姆苏斯的去路, 23日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3日, 一显然, 1月21日龙美尔向东移动, 是因为估计将遭到我军的攻击, 他发现前面所遭遇的只有轻快部队, 明显地做出了向前推进的决定, 企图扰乱我们的主要交通线, 他似乎以为此线是以班加西为基地的, 1月21日, 在阿杰达比亚东南崎区南行的沙丘地带撤退时, 第一装甲师支援队的几个纵队, 据报损失大炮七门, 机动车辆一百辆, 伤亡若干, 详情未知, 2, 如果龙美尔应要推进, 特别是在交通中枢班加西一带, 他似乎会使他向东的侧翼, 遭受我军装甲部队的打击, 那里我们约有150辆巡逻坦克, 还有美国坦克, 昨夜几乎深入到安特拉特的小股敌军纵队, 猜想是一支突击队, 三, 我觉得国内公众可能因敌军重战阿杰达比亚而惶惑不安, 但这恰恰是龙美尔备佑深入, 自取不利, 龙美尔的行动阻止了我们预定进攻阿盖拉的侦察等准备工作, 但你也知道, 迟迟不进的主要因素, 以前是现在仍是在班加西及其前方, 需要建立足够的后备军, 我深信李其将军正在窥死时机, 在条件比阿盖拉更有利于我们的地方展开遭遇战, 因为阿盖拉既有沼泽地, 道路又不变, 我当时接受了这种看法, 对于21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全部前进部队正在迅速地总撤退都丝毫不知道, 直到此刻, 我没有理由会想到灾火降临, 相反的, 我所获悉的是英军即将进攻的消息, 我们想得离波里塔尼亚的转移或许已经耽误了, 但是奥金莱克对于将来却似乎颇有把握, 可是就在24日那天, 传来了含义不同的消息,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4日下午三时, 敌人显然能够拥有出其不意的兵力向前推进, 他们初步的进展看来, 的确已使我们的前锋部队暂时遭到了挫折, 这些部队你知道实力是很弱的, 已被赶出了大陆, 隆美尔再一次来了个大胆的冲击, 他的意想不到的初步成功, 说不定就像去年那样, 使他得意忘形, 得寸进尺, 但是这次他的供应情况, 却远远不能和去年相比, 而且那时他还有生力军, 局势的发展, 故不能尽如人意, 但我希望把他挽回过来, 终于有利于我们, 然而消息又是令人震惊, 24日晚上来了一份军用电报, 第八级团军海军联络官至第中海总司令, 1942年1月24日, 撤离班加西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仅仅是作为预防措施, 现在尚未下令进行破坏工作, 在此情况之下, 非战斗人员正在夜间移动, 尽可能向东移到最远的地方, 班加西一旦失守, 德尔纳一不可保, 我听了这个消息, 就给奥金莱克派了下面一份电报, 我还不曾从他那里得到类似的报告, 首相至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1月25日, 截获第八级团军关于撤离班加西和德尔纳的报告, 甚为不安, 的确从来也没有人给我指出, 使我能想到这种情势竟有发生的可能, 非战斗人员已向东移动, 班加西的破坏工作尚未下令, 这一切将使战役发生变化, 跟我们所考虑到的都不相同, 你在安特拉特地区真的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吗? 我们新的装甲部队不能同重整旗鼓的德军坦克较量一下吗? 我看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 对我是个意料不到的危机, 他们为什么要撤离得那么快? 为什么第四, 应, 印尸不坚守班加西, 像德国兵坚守哈尔法亚那样? 现在部署所显然面临的这种退却, 意味着十字军战士计划的失败和杂技加计划的破产? 奥金莱克当即赶到李奇将军的前进司令部那里去了,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6日, 一一我昨日从开罗飞到此地, 形势不妙, 第一装甲师和警卫旅团虽经苦战, 显然不能把局面稳定下来, 敌军昨日将我军击退到姆苏斯, 且已越过该地, 不过仍在其东部转移的纵队, 昨晚显然曾与敌军交锋, 四,作为一种预防措施, 重装备和基地设施, 经我批准已撤出班加西, 李奇将军已直接统帅第四印度师, 并且命令该师从班加西之南近立进攻, 并派混合纵队去切断安特拉特一带敌军的交通和侧翼, 第一装甲师正竭尽一切力量, 把敌军牵制在查鲁巴南部和梅基里西部, 并保护第四印度师的侧翼, 五敌军的编制, 经交战后判定为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 阿里埃特师和第九师轻快师, 龙美尔把主力军部署在姆苏斯后, 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西北进攻班加西, 或向东方进攻梅基里, 他是两面进攻的, 他的企图是夺取班加西, 但他也派遣了一支部队到东北去, 向我方交通县阳攻, 这个阳攻是十分得手的, 我们预定派遣从班加西抽调的第四印度师的一部分, 装甲师以及从查鲁巴抽调的警卫旅, 向南反攻的计划迅速取消了, 撤出了班加西, 整个第十三军退到了加柴拉比尔哈凯姆战线上, 班加西的尸首马上成为突出事件, 奥金莱克将军在前进指挥部至首相, 1942年1月27日, 关于在班加西采取过早行动的报告, 也使我十分不安, 我已查询, 期间显然有些误会, 可能是由于下级指挥官过于轻举妄动, 竟命令海军人员全部撤退, 并在撤离之前破坏了几艘舶舶, 以及码头上的系船柱, 归陆军负责的港口主要破坏工作并没有实行, 除破坏几个敌军仓库外, 任何破坏工作都没有实行, 皇家空军显然损坏了一些汽油, 这也是出于误会, 这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是令人遗憾的, 但并不是损失重大的, 我正在追究责任, 奥金莱克将军详述了军事动态以后, 将经过情形概括如下, 我担心我方装甲部队的确没有好好同敌军进行过较量, 他们蒙受严重损失, 而没有力量使敌军受到相等的损失, 原因尚未清楚, 大概由于我军分散过广, 不能集中起来, 对敌军密集的队形采取一致行动, 这或许仅仅仅是种种理由之一, 低装甲师或该师的残余部队现已集中, 受到装甲车队的掩护, 我希望他可以立刻投入攻击战斗, 但我等待着该师师长的报告, 其他方面的行动需要调查, 这即将进行, 同时目的是要恢复主动权, 紧逼敌军可能时消灭他们, 否则也得逼他们后退, 我确信李其将军已报定决心, 要实现这个目的, 特德和我现在住在这里, 第二天来电, 敌军已将部队分开, 显然企图夺取梅基利和班加西两地, 这是龙美尔灌尸的大胆的手法, 也可以说明低估了我军抵抗进犯的力量, 很可能他的坦克大部分担任向东突击, 他的移动除了可能向班加西进行外, 并没有打乱李其将军预定的反攻计划, 在这里我觉得十分清楚, 奥金莱克将军一直不曾了解沙漠地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他没有一封电报说明第二桩甲师, 其实是第十三军的遭遇如何, 我希望他现在既在李其将军的司令部就能够查明真相, 当时我也一无所知, 首相至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1月28日, 一一我对你完全信任, 你能坚持下来, 我是感到高兴的, 二你一定已经看到关于龙梅尔意图所在的情报, 他竟想肃经班加西姆苏斯梅基利这个三角地带, 然后撤退到阿盖拉附近的等待线上, 这似乎增加了我军坚持到底的必要, 三我十分急切地要进一步听到你关于我军装甲部队被敌军烈士兵力击败的消息, 这次打击够深重的, 他对于这次发生的灾难, 只是埋怨我军坦克质量的低劣, 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而更不好的消息又传来了,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9日, 形势已恶化, 恐怕我们非暂时撤离班加西不可, 今天一早, 第七印度步兵旅被敌军两个个兵种混合编程的纵队以优势的力量所破退, 敌军每个纵队至少有坦克25辆, 同时, 一支至少拥有一千五百辆机械化车辆的强大纵队已从南向阿比亚而停进, 因有受包围的威胁, 第四印度师师长决定在可能情况下在班加西南部停止行动, 按照这种情形, 我认为他做得对, 班加西的破坏工作已奉命执行, 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了, 必须承认, 敌军的胜利出乎他们和我们的意料, 他们的战术高明而又大胆, 现在需要看看他们该把姆苏斯一带的中甲部队分散到什么程度, 才能维持进反班加西所需要的巨大力量, 龙梅尔冒了很大的风险, 我们也是如此, 到现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但是李奇将军和我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扭转局势, 低装甲师在坦克和大炮方面损失惨重, 这支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可能暂时受到了削弱, 但愿不是如此, 据我所见, 兵无散漫或混乱现象, 士气也不曾丧失, 奥金莱克将军至首相, 1942年1月31日, 1点1月28日电视, 于昨日下午收到, 谢谢, 遗憾得很, 我们只得放弃班加西, 但损失只是暂时的, 二, 关于低装甲师的行动, 我不知道敌军方面的坦克, 究竟会比我们每天实际能整装待命的坦克要少多少, 虽然很可能我们在作战地区的坦克力量原来是胜过他们的, 我已经向你举出了我军装甲部队战败的一些原因, 我想这些原因还是有道理的, 其他在目前无法解决的困难, 我已经提到, 在与我军两帮弹大炮同德军大炮比起来射程短, 性能差, 还有我军巡逻坦克同德军坦克比起来, 机械上不可靠, 而且, 我也不满意那种说, 我军装甲部队的战术领导水平极高, 足以抵消德军物力上的优势的说法, 事情不幸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但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善的, 三我无可奈何地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要对付德军装甲部队, 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念, 那么我们的装甲部队按照现在那样的装备, 那样的组织, 那样的领导, 至少需要二比一的优势, 就连这样, 他们若要成功, 还必须同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取得最密切的协作, 因为步兵, 炮兵除了反坦克炮方面差一些之外, 完全有能力对付德军相应的部队, 这些原则宪政密切按照情势的许可, 再次加以运用, 但是我还担心, 迹象表明皇家装甲部队的人员在某些情况下, 对于他们的装备正在丧失信心, 必须尽一切可能来纠正这一点, 斯里奇将军和我密切地注意着隆梅尔可能有的意图, 但是不论这些意图如何, 他一定会运用最小的纵队来争取成功, 直到他遭到抵抗为止, 对抗这种行动的计划, 已经准备好了, 龙梅尔再度证明他是沙漠战术的能手, 比我们的指挥官高明, 他重战了西兰尼加的大部分, 这次一退几乎三百英里, 打破了我们的希望, 使我们放弃了班加西, 丧失了奥金莱克将军为盼望已久的二月中旬的进攻, 而收集的一切储备, 龙梅尔一定感到惊奇, 怎么他开始进贩时, 只用小小三个纵队, 在他所能纠集的军队的支援下发动进攻, 竟能获得压倒的胜利, 李奇将军重新整编了残缺不全的第十三军, 和其他从加柴拉和图布鲁阁一带调上来的部队, 在这里追击部队和被追击的部队都喘不过气来, 互相对峙, 一直到五月底, 那时龙梅尔才能够重新发动攻击, 形势的反复无常和军事上的严重灾难, 根本原因是这样的, 敌军实际上能在地中海自由航行, 继增援和补给他们的装甲部队, 他们还能从俄国战线上调回大部分空军, 但是现场的战术变化却从来不曾有过什么说明, 决定性的一天是1月25日, 那天敌军突破战线直达姆苏斯, 从此之后, 情况的混乱和计划的一变再变, 使龙梅尔得到了主动的机会, 警卫吕不明白为什么不许他们做一次抵抗, 而撤退的命令却下了右下, 非服从不可, 第四营隐尸也没有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最近才从敌军的文件中透露出来, 敌军的坦克原来比我军优越, 他们的非洲军团有120辆坦克参战, 一军有80辆或更多一些, 一对我军低装甲式的150辆, 然而为什么没有好好利用这一事, 还是没有说明, 奥金莱克来电报告说, 该是新从联合王国到达, 没有在沙漠上作战的经验, 这封电报又提出总评说, 不但我军全部坦克敌不过德军坦克, 而且我军的巡逻坦克作战时机械上也比较低劣, 装备计较差, 我军在机械上又不可靠, 何况同德军相比, 反坦克武器大为缺少, 因而情况更加严重, 这一切论调需要仔细分析一番, 第一装甲师是我军所拥有的最好的一支部队, 该军士兵大部分都受过两年以上的训练, 同我们的正规军比起来, 效率也达到了一样高的水平, 他们是在11月里在埃及登陆的, 他们在离开英国以前, 曾经根据一切最近的情报和经验, 尽了一切力量, 使他们的车辆能适合沙漠的条件, 在开罗的工厂里又经过了例行的检查, 然后这一时通过沙漠开往安特拉特去, 于1月6日到达, 为了保护履带, 坦克车通过全部沙漠地区, 时装在特殊的运输车上, 到了安特拉特, 完整无损, 可是这精锐的一师部队还没有投入多大战斗, 就损失了一百多辆坦克, 在仓促撤退时, 已经运到的大批的汽油全部被抛弃了, 有许多坦克因燃料告庆被遗弃在后面, 警卫旅奉命撤退时, 还发现了大批汽油, 因敌军逼近, 不得不把他们毁掉, 可是他们看见不少坦克抛弃在沙漠里, 他们就尽力运来了不少汽油, 自己驾驶了这些坦克, 单单科尔斯特里姆的一个连就集合了六辆, 把他们驶到了安全地带, 其他部队收集的更多, 事实上, 有些连队把获得的几辆坦克, 按照德军那样, 同摩托化步兵配合起来, 这样, 他们在实际上就比当初出动时更加强大, 建立像装甲师那样的单位, 还有专家和受过训练的士兵, 要付出多少代价和劳动力, 绕过好望角把他运到, 要做出多少的努力, 派他去打仗, 又要做好多少的准备, 当我们想起这种种, 而又看到如此, 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后果, 真是痛心极了, 德军虽然离开的离玻璃的基地四百多英里, 还能得逞, 而我们却遭失败, 相行之下, 回顾起来就更使人难堪了, 英国国民在查究这些事情的时候, 切勿受人迷惑, 以为我军坦克在技术上的拙劣, 是造成这次损失巨大, 影响深远的败迹的唯一原因, 也